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郑秀金、郑秀妍两姐妹 看一下两人的事业爱情 以及两人不同之处 比较简单 这是姐姐 郑秀妍 这是妹妹 郑秀金 好,看一下 妹妹是94年 这是天蝎座 是标志4号 这个姐姐这是89年的 4月18号 那是白羊座吧,应该 先看一下妹妹的 鬼水生在旭月 这个很简单,上官见官的 这个婚恋肯定就不好了 然后呢 失诚不知道,也无所谓了 反正是娱乐嘛 妹妹呢,刚好是 她是生在秋天的 金是暗藏的 金是暗藏的 然后虚土暗藏的心经 这个都有 这种她的事业相对来说好一些 为什么她暗藏 暗藏她就不受伤 那姐姐的呢 她是悟土生在成月 一个虚月,一个成月 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 蛮有意思的 成土暗藏的以木嘛 因为是春天,她的木是暗藏的 木代表什么 她的这个恋爱啦 婚姻啦 男朋友啦 暗藏的 不容易 就是有些时候 比如说隐藏起来 或者说这个地下恋情 就不太容易 这个发现 被人发现 当然也就不容易说动不动就分开了 这个妹妹的这个比较简单 她三个在爱情上呢 这个三个土毛为官杀 代表说她有什么男朋友应该都知道的 这明面上的都能见得到的 而且肯定是不太有利的嘛 这姐姐呢 可能你情感角度来看的话 就不太容易被人发掘 当然好与不好 分开与复合 还是感情好不好 也不太容易被人知道 所以两个人都是有点有区别的 所以可以理解为 妹妹呢 比较直接直爽一点 姐姐呢 比较含蓄一点 好像双胞胎也是这样的 当然他们不是双胞胎 但也有相同之处 这个呢 一看 四个土 年月日的话 四个土 这一看呢 年月日呢 三个土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合作 不好 不适合一起合作的 你说我们一起组个团 姐妹团 这个就不利了 我们一起开个公司 这种就不合适了 好 看一下她的妹妹吧 妹妹的事业 应该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金嘛 金是硬 硬代表学业啊 代表这种名声啊 名望啊 你这个姐姐的话 928 粉丝倒是相差无几啊 看一下妹妹的吧 他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金是暗藏 硬嘛 硬代表事业啊 他的这个 从小到大的学业 应该是比较好的 而且上官嘛 比较直接点 比较直白一点啊 相对来说 说话呢 他就容易得罪了 这样的 而且在上官的话 是非度 当然你这个 有些人说了 这个明星都是是非度的 这个话也没错 但是他肯定会更多一点 上官嘛 他总会惹 同行啦 同事啦 一些 嫉妒啦 等等啦 总会有一些诋毁了 所以他的这种麻烦是会更多一点 旧金山大 美国出生的 韩国级 FX 这个成员 六岁就出道了 六岁就被挖掘 这是年少成名 11年 按理说 他的学历 他的学历应该会比较高的 看看他学历吧 因为他硬性暗藏 不受伤 应该是会比较高 已毕业 成军管大学 就读中 还在读啊 那在读的话 应该是研究生吗 反正他的学历应该会比较高的 这比较明显 毕竟还年轻了 现在啊 94年4月 走精髓之地嘛 所以说他的事业一直以来起步 相对是比较高 当然现在换了 换了这个新未孕了 这不孕呢 要差一些了 就是说的 当然上午年还行了 就去年开始嘛 去年上官被合 所以呢 又是像 刚好呢 有些供给这个墓局要差一些 所以19年啊 相对来说 他有一个 几岸里嘛 直接来克制要差一些 因为上官呢 他是 至关杀的 被合了嘛 所以19年要差一点吧 感情运怎么样呢 这个应该是谈过的 肯定是谈的 我看了半天好像没发现 有啊 学业 外国语 现在同 16年 16年有的 17年分开了 17年分开 他的感情肯定是被人所知道的 因为很明显嘛 土都有了嘛 这代表说明面上的 所以说他这个人是比较直爽的 有还是没有 就能够让人知道 这样的 当然 有些时候就容易得罪人了 他的这种 很容易被一些人攻击啊 所以为了黑粉啊 相对来说 不是不能说黑粉 应该同行 同行不能说黑粉啊 好 运势走向 反正一看啊 都还顺畅啊 16岁到26岁 当然已经过去了 一直以来都还行 今年怎么样呢 今年是庚子 今年还可以啊 虽然说这个硬性来客时商好事情 因为 就是洗精髓嘛 所以今年只为相穿 情感的话就不用讲了 根本就谈不了啊 这个妹妹呢 是事业是不错的 而且商官嘛 她就是歌手啊 我之前也分析过啊 只要是不管男女了 但商官的话唱歌也类 或者说主持啊 播音啊 她是歌手 她就适合唱歌 她就适合主持 当主持人啊 播音啊 这一类会更好一些 唱歌的功底会更好吧 然后看啊 好像比较啊 这个15年13年 一直以来19年就没了 介绍就没了吗 我认为19年是不利的 今年好啊 今年有利于 她的这个事业的发展 但是情感的话 当之前呢 16年17年 这边显示啊 分开了啊 确实紫微相穿 这个不利 但是今年是往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今年 20年吧 明年的新丑年 明年又不利了 明年是山形嘛 土形 就是感情当中 一直会有谈的 然后呢 总会有一种 纠纷 这是21年了 到明年的事情了 这个就不来多说 事业还行 问题不大 妹妹 这个姐姐呢 四个土 但是她这个土暗藏着 她是春天的土啊 清明节4月5号了 它是4月 4月18号 那就是快到夏天了 但是还有木有鱼器 暗藏着很好 所以说她这个呢 看了半天好像 感情生活没有啊 那她走的就相对来说要查一些 尤其是学业方面的 因为本身就土这么多 再接近代表说压力打 很难有一个特别好的 因为她容易被分散嘛 哎呀我要去唱歌了啊 我要去这个表演了啊 所以她只精力 不是说不能读啊 不管怎么样 跟不管是她自愿也好 不自愿也好 都在学业上会要要要要放一边 不太有利吧 啊 她是外语学校 然后就不读了是吗 不太懂了 然后看这个状态呢 还好啊 这个比捷多了 朋友也多 朋友也多 而且呢 她是今年是庚子年三河 有合作和活同样的 今年应该来说容易结婚的 因为三河的嘛 爱一般的人 但是她是不一般的人 因为这是演艺明星嘛 她就不能这么断 但是今年她就容易结婚的 三河嘛 而且是水啊 把这个引动起来了 这不就是有合作见水了吗 在一起了 所以今年容易结婚在一起公布 这个就没了 事业的成就来讲的话 妹妹的成就要大一点 感情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 姐姐的可能 当然姐姐结婚走 可能这也正常 可婚规律 但是这个容易在一起吧 就算不结婚 那也在一起了 去年的话就相穿了 可能就不太容易 可能工作上的变化比较大了 而且三河她的财运会更好吧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秀燕的这个财运会更好一些 整体来看的两个这个姐妹两人呢 最好是不要合作 看了一下好像他们各自不一样吧 一个是FX的这个成员 团体的一个是少女时代的 少女时代的不一样的团 所以估计两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吧 不太适合 并不是姐妹都一都一样的 有的姐妹可能在一起很好 互相有一个照应 她这个就不就算了吧 各自安好 各自过 一个是事业发展比较好一些 今年女妹妹秀燕 是个秀金吧 事业爱情的情感都不太有利 姐姐呢相反 相反 这个成土暗藏的很好 就像他说 他谈了恋爱别人也不太知道 也不太容易暗藏的嘛 水库今年三河很容易在一起的 这个子卫相穿 对他来讲也算是好事情 这个土这么多 有精来化泄也好事情 所以有好事情将近嘛 事业的话相对来说 都要差一些 相对来说 他也都是歌手 但明显他的妹妹的歌唱功 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这个没有说贬低的意思 也没有说这个吹谱 客观分析也是娱乐嘛 姑且看之姑且听之 我认为明年应该是今年吧 姐姐应该有好的事情 妹妹呢也不错 在事业发展 但是都没介绍了 在今年都没什么介绍了 反正都是好事情吧 好就讲到这里吧 蛮有意思的 两个人 一个是天蝎座 一个是白羊座 白羊座代表感为人先 姐姐是白羊座吧 姐姐是白羊座 领头羊 代表说自己是队长 自己是老大 当然他应该不是队长吧 至少来说的话 就是在个人的事业当中 他是哎呀 我是说了算 他设计师啊 那就说明说 他有自己的事业嘛 这个姐姐应该是有成能赚钱 妹妹能安心的这个唱歌吧 不错的 有好有坏吧